嗯 好的 其實看完今集 我覺得我很佩服老師 為什麼呢 親身試那件事 試完如果真的不太行 或者出事 那就好 這個問題問得好 為什麼我真的會親身試呢 因為當初我風水的時候 我師傅不斷鼓勵我做的 我經常都想 我也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我都會這樣想 是否真的行 我真的不信 然後頭髮指甲埋在下面 就真的有效果 我真的不信 而剛好那時候 我確實的運程 是處於一個不理想的狀態 是幾樣東西加起來的不理想 那我就跟自己說 哎 反正都是了 反正都不理想了 那就試一下吧 再不理想的大不了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 當時師傅就說了 當時師傅是沒有在我身邊一起操作的 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操作 但他有提早跟我說 他的經歷就是 做完之後大約多久會有應驗 確確實實 真的就是他講的時間 真的應驗了 當時都不覺得 現在回望回那種的經驗 為我的健康 為我的工作 是帶來了很好的提升 所以這件事是很特別的